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发布了第一份与911袭击调查结果有关的文件 在这份16页的文件中 联邦调查局称19名截击者中有15名来自沙特阿拉伯 且截击者在美国有同伙 但无证据显示沙特阿拉伯政府参与其中 沙特驻美国大使馆上周表示 沙特欢迎公布与911袭击事件有关的文件 并在一份声明中称 任何关于沙特阿拉伯参与2001年9月11日袭击的指控都是绝对错误的 9月13日 美国政医院筹款委员会公布了新的增税草案 旨在为气候政策和3.5万亿预算方案筹措资金 增税草案将企业税从21%提高到26.5% 低于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28% 将最高个人税率从37%提高到39.6% 草案还对调整后总收入超过500万美元的个人征收3%的附加税 并将资本利得税最高税率从20%提高到25% 低于拜登提出的39.6% 草案中没有任何关于取消州和地方税收减免1万美元上限的讨论 筹款委员会联合声明称将在未来的版本解决该问题 企业税的增加引起了保守派的抨击 这预示着未来不仅国会内部 甚至在民主党内部的斗争也将更加激烈 美国媒体预测称 纽约市的高收入者将面临高达61.2%的市、州和联邦所得税综合税率 这将是过去40年来最高的税率 加利福尼亚州将达到59.7% 新泽西州将达到57.2% 夏威夷将达到57.4% 纽约联储9月13日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8月份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和未来三年的通胀预期 均上升至2013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该阅读调查显示 8月份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上升至5.2%的中值 为连续第10个月走高 未来三年的通胀预期上升至4% 该调查于2013年启动 两项指标均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纽约联储的调查还显示 消费者对未来一年房价将上涨多少的预期 在8月份连续第三个月下降 但仍处于5.9%的高位 消费者预计 未来一年食品价格将上涨7.9% 高于7月份的7.1% 租金预计上涨10% 医疗价格预计上涨9.7% 均较7月份上涨0.2% 朝鲜国防科学院9月11日和12日成功试射新开发的远程巡航导弹 该导弹沿着预定的椭圆及8字型飞行轨道飞行7580秒 精确打击了设定在1500公里外的预定目标 这是朝鲜今年第四次导弹试射 韩联社称 有分析认为 朝鲜此次试射属于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决议的低强度无力示威 但导弹射程足以覆盖日本大部分地区 韩国外交部近日证实 美国、日本和韩国官员将于9月14日在东京举行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议 共商对朝合作方案 9月10日中国福建莆田发现本土病例 目前莆田疫情形势严峻复杂 后续在社区、学校、工厂等人权中继续发现病例的可能性高 疫情存在外溢的风险 此次疫情首先在学校发现 低年龄儿童感染较多 目前在已通报的64例病例中 有19例年龄为3到12岁 这部分儿童未注射新冠疫苗 存在病情更容易较为严重的风险 经专家研判 本次疫情源头疑似为新加坡输入病例 原定于16日至18日举行的海峡青年节 13日中午宣布延期举行 被中国视为两岸交流最大盛事的海峡论坛 也将延期举办